本地时间15号正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表示 土耳其将于17号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就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的局势与俄罗斯进行会谈 恰伍什奥鲁说 土耳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俄罗斯共同解决伊德利布的问题 不过如有必要 土耳其也会采取其他的手段